恭喜全红蝉 恭喜陈雨昕 中国跳水队宣布了重大的惊喜决定 周济红太英明 太有魄力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对于咱们中国跳水队两位小姑娘来说 也是迎来了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激动人心的决定 那么伴随着周济红在中国跳水队正式官宣了这个决定之后 也意味着全红蝉陈雨昕两位小姑娘也将有望成为最大的赢家 他们的职业生涯将会掀开更加华丽的篇章 我们都知道每当提起中国跳水队 大家难免就会想起我们参加了东京奥运会上这两位奥运冠军级的小姑娘 那么全红蝉陈雨昕在女子十米台这个项目上 确实已经成为了世界独一党的顶流运动员了 那么这两个人作为我们中国跳水队女队的领军人物 在新的周期又将会达到怎样更高的高度 又将会给中国跳水队带来多么高的荣誉 这也是大家一直期盼的事情 因为进入到2023年 大家都知道中国跳水队的比赛任务也是非常的繁重 那么包括接下来的福岡世锦赛 杭州亚运会 乃至于2024年的多哈世锦赛 以及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各种大赛接踵而至 对于我们中国跳水队而言 这两位小姑娘她们的表现如何 也直接决定了我们中国跳水队 未来在奥运会上的征金的重任能否圆满的完成 那么中国跳水队一直以来 是我们中国奥运军团的夺金第一大户 也是梦之队的队伍 那么这支队伍可以说 我们历来都是有着大包大篮 不会让任何一块金牌流逝的这样一支梦之队 所以说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 同样要坚定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都知道 全红禅陈雨昕 两个人大家一直担心一件事 什么呢 那就是这两个小姑娘 都是非常年轻的 是吧 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那么他们两个人在成为了奥运冠军之后 他们的心态会不会浮躁 会不会放松对于自己的警惕性 会不会在成为了奥运冠军之后 就认为自己在队内的地位会比较稳定 核心主力位置会有所保障 会不会认为自己轻轻轻松 就能够拿到一个参加巴黎奥运会的门票的资格呢 事实证明 其实这两个人并不会放松自己的要求 二人也一直非常的努力上进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中国跳水队的内部 这种激烈的竞争 要远比跟那些外国选手竞争的更加激烈 对吧 就跟乒乓球是一个样了 因为我们内部来看的话 每年各省市都会向国家队输送非常优秀的跳水的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中 有可能就会存在下一个全红禅 下一个陈宇希是有可能的 对吧 所以说陈宇希和全红禅 他们两个人在我们的整个中国跳水队内 他们需要跟这些每年从省市队输送上来的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继续形成一个激烈的竞争 那么他们两个人能否在这种竞争之中 而获得最终参加巴黎邀运会的门票 对吧 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 所以说在近日我们看到 为了能够使得全红禅和陈宇希二人在新周期 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对于自我更高的要求的标准 那么周济鸿中国跳水队也是正式的官宣了一个重大的惊喜决定 什么呢 根据中国游泳协会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 中国跳水队将会举办三战跳水的选拔赛 奥运选拔赛 那么这三战比赛分别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先举办第一战比赛 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将会代表咱们中国跳水队参加福岗市领赛和杭州亚运会 紧接着在今年年底的12月份将会举办第二战奥运选拔赛 这一战选拔赛胜出的队员将会代表中国队参加2024年2月份开打的多哈市领赛 那么随后在2月份打的多哈市领赛的比赛成绩将会作为我们第三战的奥运选拔赛的成绩 综合三战奥运选拔赛的综合成绩来评定出最终哪些队员可以代表我们中国跳水队去出战奥运会 所以说通过这个细节暗示着什么呢 暗示着在我们宣布了这样一个决定到来之后 让全红禅陈雨昕二人他们感受到了压力 对吧 让他们两个人又更加有伤进心更加有动力了 让这两个人知道了他们需要面对的队内的激烈竞争 其他人想要抢他们的奥运会的主力位置 那么他们两个人肯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会更加玩了命的训练努力 这样一来的话 队内就形成这种激烈的良性竞争了 在这种良性竞争之下 全红禅陈雨昕二人的天赋经验各方面来看的话是更有优势的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在新的周期将有望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在这样的一个周济红做出的一个有魄力且英明的决定政策之下 也使得全红禅使得陈雨昕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我们需要恭喜这两位小姑娘 或许他们两个人也有望共同的联手帮助我们中国跳水队 无论是在接下来的市领赛押运会 还是说奥运会上能够为中国跳水队夺得更多的金牌 我们也拭目以待